10月10號就是國興日 但此時此刻馬前總統宣布 他不會出席此次的國興大會 主因就是因為蔡政府在這次的英文命名上面 仍使用台灣National Day 而非Republic of China 也因此按照馬前總統的用詞 出席這次的國興大會 就代表蔡菜替台獨路線背書 前總統的馬英九連書寫得很直接 國興大會使用台灣國興日 除了偷渡台獨有實質意義嗎 早上點書說是這麼說 下午他赴政大實權 總統為什麼今年不想參加國興大會 可以幫我們講一下嗎 不好意思 這是國家機密 你沒聽錯馬前總統被問 為什麼不出席國興大會 這個手指記者這個脫口說出 這是國家機密 馬是幽默恐怕讓人很難笑得出來 如果馬前總統言論持續發酵 來因其利聲援馬前總統 我完全可以推動他的實質 我先得 你有人當中華民國的憲法嗎 你有人當中華民國嗎 會邀馬前總統一起去北市府 好嗎 我們台北政府國慶的活動都是開放 歡迎所有市民朋友都來參加 據曉潔北市府九號起 將會高掛一千三百名國旗 要讓青天白日滿地紅隨處可見 不過面對藍營出招 軍黨火速回擊 過去也曾經參加了這些國慶的活動 我不理解為什麼今年他突然就不參加 連國慶意象也是紅藍白配色 馬英九在雞蛋裡挑骨頭 真搞不懂他要胡鬧什麼 中華民國國慶快樂還是台灣國慶快樂 一年一度的國家慶典 現在卻因英文見解不同 朝野炒翻天 各位選人周圈好 劉謙老師在台北採訪島